大家好,欢迎来到三小只Talk体育 WTT重庆冠军赛女单第一轮 早田希娜对战巴西选手高桥 这是最没有悬念性的一场比赛 虽然高桥的揭发球技术比较先进 得到了巴西男选手余果的指点 但是在关键分的处理上高桥的稳定性不如早田希娜 双方在五天前刚刚在里约热内卢战的比赛交过手 早田希娜当时横扫高桥 第一局甚至打出了11比1的比分 高桥三局比赛只得了13分 当时高桥是主场作战竟然出现发球失误的现象 可见这个选手的比赛抗压能力确实一般 主场作战被早田希娜给打乱了节奏 高桥这次比赛能拿下一局比赛的胜利就很不错了 击败早田希娜的可能性很小 结果上次3比0横扫对方的早田希娜 这次又赢了个3比0的比分 由此而轻松晋级女单16强 根据千位 早田希娜的下一个对手又将是来自西半球的运动员 那就是美国名将张安 后者在首轮发挥稳定 3比1逆转法国主力袁迦南 但普遍认为他很难突破早田希娜的防线 坐等1分之1决赛拉开帷幕 早田希娜是目前国兵女队的头号对手 在过去的一年多时间里多次突破中国队防线 其中德班士兵赛战胜王毅迪 杭州亚运会再赢王毅迪 釜山士兵赛击败陈梦 排名也达到了世界第5位 仅次于国兵四大主力孙颖沙 王曼玉 陈梦 王毅迪 远强于布鲁纳 布鲁纳目前排名世界第18位 虽然不低 但和早田希娜比起来差距甚远 而且上次交手更是惨败 在主场作战的WTT里约热内卢常规赛中 布鲁纳不仅大比分0比3惨败被早田希娜横扫 而且首局只拿了一分 完全不是对手 这次想爆冷也非常困难 首局开始后 两位运动员都尽量利用自己的发球轮来组织抢攻得手 其中布鲁纳的高抛发球很有威胁 而早田希娜的左手发球也让他不适应 在双方都有些接不好的情况下 实力更雄厚的早田希娜在后级板发挥更出色 最终以11比5拔得头筹 第二局布鲁纳上来后打得比较积极主动 随即取得领先优势 但很快便遭到了早田希娜的猛烈冲击 比分被追到5平 关键时刻早田希娜不但进攻质量更高 而且运气也更好 最后一个球擦往后以11比8拿下 由此而将对手逼入绝境 第三局两人在前半段打得比较胶着 背水一战的布鲁纳试图通过长球等手段扰乱对手 随后连续挽救赛点试图翻盘 但最终还是早田希娜以11比9锁定胜利 由此而凌峰布鲁纳晋级女弹16强 迎战张安继续冲击冠军 此外在此前的一场比赛中 国拼出现冷门 险些有奥运选手直接被淘汰 现场观众也是一度鸦雀无声 丘一可亲自知道 王逸迪在重庆冠军赛的第一个对手是强敌波尔卡诺瓦 他也是国拼又一位登场的奥运选手 虽然大敌只是皮卡运动员 但是同样是实打实的能上奥运会的 可以说和上一届的王曼玉地位相同 因此大敌主场作战 要是身为奥运成员就这么被淘汰 那真的说不过去 可是没想到王逸迪打得非常艰难 跟对方血拼到最后一刻 波尔卡诺瓦首先是个欧洲冠军 所以王逸迪打得绝没有那么轻松 上来第一局11比6拿下之后 第二局王逸迪9比11输在了关键分上 第三局又是大敌通过延长分 12比10非常艰难地实现了逆袭 但是第四局他却输得很快 7比11再一次惨败 而且波尔卡诺瓦通过擦边球得了几个运气分 甚至还出现了发球自杀之后 突然发力连续砍分的情况 说明这个波尔卡诺瓦的心态特别有优势 从来不会自乱阵脚 第四局打完 第五局的决胜时刻 王逸迪一度4比6落后给对手 关键球邱伊可在场边给他大吼之道 为王逸迪注入信心 并帮助他追到6比6平 双方又一路打到8比8 王逸迪再次落后 这又是正手发力 9比9平 但是最重要的赛点球 王逸迪反手出现致命失误 把赛点送给了对手 还好他果断正手再发力 在追平10比10 这球得分之后能看到 邱伊可在身后 也是直接站起来鼓掌了 双方打到11比11平 王逸迪正手暴冲一板 再拿赛点 可是又没有把握住 下一个球还是正手的机会 球却打飞了 比分又被追平 随后远台相持 王逸迪反而12比13 落后给了波尔卡诺娃 波尔卡诺娃连续两排相持之后 反手转正手1513平 王逸迪就下第三个赛点 又14比13再反超 最终最后一个球 波尔卡诺娃回球下网 王逸迪15比13 艰难绝杀 3比2险胜欧洲冠军 赢球之后 王逸迪直接双拳紧握 疯狂庆祝 远处的邱怡可 长输了一口气 自己都憋不住笑了 差一点 国平的奥运巨星就被淘汰了 这次能赢 大敌真的是纯靠硬实力 王逸迪在镜头前当场检讨之言 今天这场比赛 虽然赢下来挺不错 但是局面比较胶着 打得比较差 跟自己赛前预测的也不一样 后面一定要调解 而且他承认自己 感觉自己打得有点太急了 没有耐心 很不应该 所以把局面打得很糟糕 决胜局之所以能赢 跟技战术无关 就是单纯的 由于自己不想输 而下一场比赛 面对队友合作家 他的目标只有一个 就是不想输 王逸迪在本周期 经历了过山车式的体验 本来被重用入选杭州 亚运女单阵容 但因为外战输球太多 引发了太多争议 李准不得不起车保帅 收回其竞争 巴黎奥运女单的资格 但在退入第二阵营后 王逸迪又幸运 拿到了奥运P卡 也因此 冠军赛这种五局三胜的比赛 对其提前适应 有可能参加的奥运团体比赛 是很好的模拟 与过去不同的是 王逸迪的场外指导 变成了邱怡可 不再是主教练马林 这反而引发了 很多球迷的嘲讽和质疑 请问尊敬的女队主教练马林 现在是负责哪一部分 当私教当得很爽吗 还记得自己是女队主教练吗 王逸迪主管教练李大成 不是也在吗 干嘛非要拉着女一号的 主管教练邱怡可做场外 马林安的什么心思 马林降职了吗 怎么女队换主教练 不通知球迷啊 可见 马林的执教风格和能力 还是需要进一步证明自己 王逸迪这次差点翻车 的确让人十分担忧 有了刘诗文在东京奥运会 被换下的先例 王逸迪也有去替换陈梦 王麦玉等人的可能 这场比赛给他敲响了警钟 大迪赛后表示自己准备并不充分 自己吃发球有些慌 面对被动局面情绪也受到影响 到了决胜局就看两人谁下手更狠 能赢下来又死里逃生的感觉 下一场比赛面对何卓家 王逸迪知道对手很稳定 不会有无谓失误 两人很久没在国际赛场碰面了 因此一定要准备充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